让你7块钱吃9个菜 7块钱吃9个菜 对 晚上两个小时都卖完了 两个小时都卖完了 我来的最晚 走的最早 但凡有外地的朋友问我 郑州哪条街适合逛一逛 我就说夜晚一定要买这条街 但是有个问题 这条街上能有7块钱吃9个菜的地方 明天提了我们买了两个 啥东西 你说的是这个 这个 两个板在里头忙活着呢 这菜都是自己做的是吧 看大家的黄瓜丝你看 看得很蒸啊 都很新鲜的 放心吧 晚上两个小时都卖完了 我来的最晚走的最早 我来的最晚走的最早 这条街上啊 对 那你都不多弄点 这是8点 8点差不多结束啊 6点到9点多吧 这时候9点多 这应该还不少人呢 尤其是周六通常人来这 人多 要不然你这个咖啡 要不给我吧 给我吧 9点钟之后 我接着 我弄哪儿菜光还卖是吧 谁好吃 谁好吃 你买这么多 这几个人呢这是 给4个的 两个孩子 两个大人 这不就是蚪蚪卷菜吗 对啊 但是选项很多呀 他家菜也比较干净 比较多 就感觉吃到这里啥都有了 7块钱 对 所有菜都能加吗 对 哪个菜你觉得最好吃 那个是经典 青椒炒鸡蛋 对 超级香 他家芝麻酱吧 芝麻酱好像是说自己做的 辣椒油也比较香 给他炒这些菜味怎么样 就吃的软软的 比较符合口味吧 晚上吃的也比较清淡一些 是吧 对 这些都是炒过的 就是家常味 对 特别家常 就放点盐 十三香 鸡精 就别的没有 我觉得他家好吃的秘密 不在于菜 因为它菜这种东西 它就是 突出一个新鲜就行了 但是好吃 我觉得还是那盆酱 那是秘方 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核心鸡蜜 我已经观察了很久了 很久啊 不在于菜也不在于酱 啊 在于熟吗 熟一熟 教我给菜按摩的吗 按摩的吗 不要动眼 怎么说 不是按一按是能产生什么 化学反应吗 还是怎么 轻 柔 对 就感觉把所有的东西给打散 然后重新组合 让所有的味道又 收钱八道账 还有鸡腿 还有鸡腿 你们家最高配置多少钱 12块钱 萝卜卷菜是7块 然后加肉是 就是在7块的基础上 我就再加点肉 给你加一个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其实里面这菜真不少啊 你看它是一个不锈钢的小碗 这是装的满满的 冒尖的 就别吃肉的了 是最经典的加煮蛋的 行行你安排 先拌一下 拌一拌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表的 芝麻酱和辣椒 哦 把这个就是沃尔拌匀 对 哇 这么多菜啊 你看 卷的多漂亮 你先吃饱了 好嘞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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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抓摆上饭 这个吃相不太好 无从下嘴 哇 哇 就是它那个芝麻酱 它不单是芝麻酱里面 加了还有别的调味料在里面 一入嘴 特别香 各种菜的口感还是都不一样 口感层次很丰富 虽然这个饼不是它自己做的 买的这个成品 还可以 它比较有韧劲啊 最关键里面 一些青菜 像像黄瓜呀 什么东西 在里面搭着 不会很干 你知道吗 吃完这一个 不配个喝的也不会噎的 诶 好吃你们家这个 薄薄的饼皮里 裹了满满的料 各种蔬菜 虽然只是经过了简单的加工 但每种食材的本味和口感 都处理的恰到好处 一个卷饼个头不小 但清清爽爽的 吃起来也没啥负担 肉食爱好者 可以选择生机加肉的版本 他们家卤味是偏酱香口的 咸香醇厚 后味带一点点回甜 撕碎了卷在饼里 一口下去 满足感拉满